夏天写过最炽热的段落 冬天逗留在它沉闷的尾声 我在一个词和另一个词之间犹豫 它们的距离有多远 我心中的深渊就有多深 秋天太短 短得就像一个人的转身 来不及寄出的性质 言皆非误 那些未能说出的话 每一天都在重新组合 就像散步时 天空变幻的树枝 同样短得还有春天 就像一个耀眼的信封 里面折叠炽热和犹豫 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 多数时候 我是没写出的部分 不在信纸 也不在信封里 我是信开始前 那激动的空白 我是诉说的喧哗下面 河床的深深沉恶 无论 有什么时间 有什么时间 都有 有什么时间 有什么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